手机镜头记录哈尔科夫大反攻 除了几声枪响 看不到俄军炮火猛烈抵抗 乌克兰士兵走进城镇 才发现俄军几乎撤光光 哈尔科夫大片尸土 终于回到乌克兰控制 乌军第一件事就是撤换国旗 撤换一个屁股去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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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兵也发现俄军根本是落荒而逃 撤换一个屁股去的国 苦情照片跟着军帽国徽散落一地 还有整堆烧毁文件 俄军连战死同袍的遗体 也来不及拖走 俄军离开后留下破败景象 甚至在一九母再度发现乱葬钢 光是这个十字架就写着 底下埋了17人 根据一九母警方 估计有440位乌克兰平民和士兵 在这里被俄军草草下葬 只是反共告捷 乌军下一步是什么 哈尔科夫战线反攻行动可能告一段落 但有分析点出 乌军目前在交通要到波克罗夫斯克集结 接下来往北支援 往东进攻都有可能 但俄军最怕的是 乌军选择往南反攻 一旦打到马里乌波尔 俄军亚速海补给路线 就可能被切断 只剩下克里米亚这条补给线 或许是担心乌军扩大优势 俄军加强对乌克兰平民 以及各种基础建设的攻击力道 也增加各地飞弹火箭系统部署 最新一次攻击 八枚寻衣飞弹正中水壩 这一架水壩严重毁损汇 水壩下游就是责任司机老家克里弗洛 接到淹水居民划船行动 超市还出现瓶装水抢购潮 乌克兰跟西方国家要军援 俄罗斯又跳脚 俄罗斯外交部呛下不排除任何手段报复 似乎也间接证明了 来自欧美国家的长城武器 是让俄军最近溃败的主要原因 TVS新闻最后报导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